歡迎收看 你攪一點點水上去 或是你攪帶一點點水 我跟你講 溜冰場 對 你不要說溜冰場 你是不是 台灣就有一個溜冰國手 自己在浴室裡面滑倒 然後頭撞到 天啊 那一個地方就死掉 你知道嗎 那你說我們正常人的平衡能力 有超過那個溜冰國手嗎 當然不可能啊 對 所以你的摩擦系統太差 我跟你講 繩都跑不掉 對 真的 這就讓我想到我朋友說 他爸爸他真的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他爸年齡很多歲了 八九十歲了 可是他覺得他人生最大的享受 就是泡澡 可是問題來了 你看如果你剛才說的那個地板 他泡澡起來腳一定是溼的 所以你知道他每天都想說 爸 我們可不可以改成領域做好 或者你坐著 他說不行 他人生最大享受就是要泡澡 所以他真的為了那個還去大 把他們整個浴室整個改裝 然後甚至還想說要不要去 有一種 你知道有一種浴缸是打開 可以坐著進去 然後才會 對 對 對 他就想說不然怎麼辦 因為他就是一定要泡 可是你說 撕這件事真的一滾溜就完蛋了 好 那到底防滑上面 我們先來看好了 有什麼很簡單的方法 大家的家裡都已經裝潢好了 最簡單最省錢的方法 那其實大家在大賣場 普京行都買得到防滑條 你去那個大賣場 就是買一些黑色的防滑條 上面其實都有一些 像沙子的東西有沒有 其實他們很簡單 你就是買來 自己居家改造一下 然後他們通常都有防水功能 所以他們可以貼在浴室的地板上 所以你就貼很多條 在你覺得可能危險的地方 多貼幾條 增加你這個浴室的這個 這個摩擦係數 就比較不容易跌倒 這是最省錢又最有效的方法 解決了防滑的問題 阿蘇你平常半夜起來上廁所 情況是怎麼樣的 通常如果要半夜上廁所的話 都是已經這樣 快點 彈跳 沒問題 然後就起來 天啊 然後就是一直揉眼睛 然後去找廁所 找馬桶 對 你有沒有覺得你這樣超危險 你剛剛撞到了幾個東西 我剛剛抓到幾個東西 我不知道耶 而且真的起床的時候都沒有戴眼鏡 然後閃光又超過300度 對 你的眼鏡在這裡 我們今天還是有燈光喔 平常家裡頭沒燈光 當然可以用那種 可能人過去之後就會亮的燈 或是小夜燈等等來改善 不過這個動線上好多的問題 還有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扶手 所以我們要特別請到的是 直能治療師吳孟傑來教大家說 家裡頭我們要怎麼樣讓它變得 上廁所的時候不要變成好像致命危機一樣 真的 好 剛剛出現狀況 首先是阿松先生 你起來的時候太胸了 太胸了 沒辦法 因為再不胸的話 褲子都要換 所以要怎麼樣怎麼辦 你先躺一下 好 躺一下 好 首先你要先側躺 先側躺 這樣就流出來了 兩隻腳下來 兩隻腳先下來 對 然後坐大概10秒鐘 10秒 訓練你的憋尿能力 大概5到10秒 你就會頭部暈的時候站起來 尤其是老人家血壓的問題 對 先坐10秒再站起來 因為這樣直接起來 很容易姿勢性低血壓 對 就頭會很暈 對 好 然後路上這個 剛剛有裝了好多個東西 對 首先這個椅子 通常就是家裡旁邊一定會有個椅子 或是蟲頭櫃 所以這個基本上都是障礙物 能夠移開就是把它移開的 先把它移開 還有很常見就是像那種延長線 很長一條 非常容易絆倒 還有夏天的時候的電風扇 非常危險 所以盡量睡前就把這個設 應該說我們的路線把它處理好 所以觀眾朋友 檢視一下你家的動線 先把這些障礙物都移開 這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們有燈光防滑之後 接下來我剛剛這個大電話 應該就要出現了吧 你先告訴我們這個大電話 是做什麼用的 所以其實公佈答案 這是個扶手 扶手 對 扶手 那它用途其實就是裝在我們 就是可以簡便式的使用這樣子 讓我們不用改裝太多 其實它後面有吸盤 我們把它蓋上去 它就可以吸住了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能夠失利 或者是不是我們買回家之後 隨便亂發 就可以幫助 這個 所以本來這裡有一個扶手 它是一個L型 但是這個位置不佳 阿松你自己試試看 你試著站起來 太高 太高不好用對不對 支撐不了 所以這兩個都不好用 對 OK 所以你試試看這個 這個 這個可能 這比較遠一點 所以我們大概有一個 這個通用的規則 大概距離馬上有27公分 來 我們請孟潔告訴大家 好 剛剛有出現幾個狀況 這個首先太高了 對 變成是公車扶手了 對 我們剛剛都在找下車鈴 對 再來第二個問題是 太高以外 它整個裝反 裝反 裝反 這有正反幾分 它應該是要變成L型這樣子 OK 是的 所以它其實裝反了 對 所以這個買回來之後 不是這樣隨便亂裝 像阿松這樣OK嗎 這距離也不行 這距離也不行 我把這個拿起來 首先呢就是 在你的馬桶前緣 大概27公分的位置 馬桶前緣 27公分 大概這樣 是的 然後再來高度是 往上大概也是27公分的位置 你的意思是說 跟馬桶來比的話 這邊27 這邊也27就對了 是的 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 像這種啊 好像是吸盤式 它很方便 可是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吸很緊 很緊很緊 而且台灣現在就是比較潮濕啊 然後廁所又很多濕氣 一定要把它吸很緊 那不然的話就是要使用那種螺絲鎖的 就是固定式的 是 因為扶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固定 不同的扶手的話 它可能會有不同廠商 有不同的方法 是 對 那另外一個是 這個 這個 往前 然後往上27公分 主要是因為 橫的扶手 幫助我們 來你試試看 這樣子 撐著之後 用力往上施力 站起來 可以耶 真的比剛才好施力嗎 比剛才好多了 剛剛那個整個 拉公車 對 這個好 對 那直的話主要是幫我們抓著 然後用力往前的拉力 站起來 對 一個是站起來 然後另一個是要踏出第一步那樣子 對 一個是輕身一個是站起來 這樣好像不太好實力吧 對 因為我們今天介紹的是比較短的 所以一般你可以裝更長的 大概70乘70公分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比較屬於比較簡便的 我們一般就是如果是法規規定的 像我們診所大概就是裝這一種 或者是大家去一些公社會看到它 其實大家看到那個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適合各種不同身高的 譬如說 阿松或是阿松長高以後 都適合這樣子 我這開始不會再長高了 對 70公分 其實比較適合又比較安全這樣子 OK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是這一種形狀的 因為可能觀眾朋友自己去買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能夠找得到 如果說是L型跟這種長條型的 它的裝法上面有沒有不一樣 或者它的優缺點 對 我要講的是 這是我們家 我們家幫老人家裝的是一個像這樣子 可是是金屬的 然後我們是一長條 但我們裝斜斜的 然後人家做了 我們拉拉看之後 我們才把它鎖死這樣 然後我們是裝大概這樣斜斜的 是 OK嗎 斜斜的也可以 但是目前的位置太後面了 又太後面 對 你要在馬桶前緣 前緣就對了 這樣才能夠抓著往前往上 所以所謂的27公分是馬桶前緣27公分 要對到哪裡 對到最前端嗎 還是對到哪裡 對到前端還是尾端 尾端 尾端 對到尾端 OK OK 27公分 27公分 尾端27公分 這樣嗎 差不多這樣的距離嗎 對 差不多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施力嗎 你看 它沒吸好就是紅色 它吸好就是綠色 OK 因為這是有安全性的 有耶 比較前面就有可以提供一個拉力 真的耶 是 對 不過每個人的習慣的視力方式不一樣 所以有些人可能適合水平的 有些人適合直的 有些人適合鞋的 可能還是要請使用者試試看 OK 好 這是比較安全的方法 因為我們希望在這個短短的幾公尺距離 大家是可以很安全的去上個廁所 再回來睡得好好的覺 我們雙膝中間加一顆球 那這時候你就把腳抬高 這樣子 還可以訓練骨四頭肌 所以我們這次 同時訓練到骨四頭肌 還有這個內側的核心 骨盆底肌 以及我們的下腹部 我們這兩位都已經開始做了 夠了 我沒有夾球都太抖了 對啊